现在我们来问胡歌 这是你们万中期待的 其实我自己也蛮激动的 就是很多人认为我们做这个活动 是因为给自己找了个福利 那我其实刚刚看到那个胡歌的时候 我都确实感觉自己有点民族自豪感了都 就是 然后就是说那个 大家看到 你就看到 我一前面也没找他嘛 我觉得我看到胡歌就特别有那种风调雨顺的感觉 你们有没有啊 特别美好啊 所以就是那种 然后也蛮对的 那也请大家安静一点 我们先来问问题好吗 就是说 其实我是听导演说的 他说也是他最早他就是想 那个拍凡话的时候 他就想让胡歌一个人来演 演阿宝 演小毛演护生的 但最后就是因为可能各种各种问题也没有实现 但是 我又听说他说其实胡歌自己 因为虽然他刚刚那个片子里面 胡歌说自己比较近阿宝 但是他又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说你好像说 你其实很想演小毛 就是说 那就很奇怪哦 因为就是好像 金语成写这个《繁花》 就感觉就是为你写的一样 好像你就是阿宝 就是好像 你们能想象 全中国还能第二个人来演阿宝吗 胡歌就是阿宝对吧 所以就说 因为这个电视剧里面 开场其实有两个阿宝 一个阿宝 一个是宝总 所以我也蛮好奇 想问问胡歌 就是 你演阿宝和宝总 就是说你 因为虽然阿宝的戏风并不是那么多 基本上是以宝总组场的 就是你演宝总的时候 你在阿宝身上 这个人物身上做了什么加减法 就是阿宝和宝总 你是怎么区别的 是除了头发发型 一个掉下来一个上去 还有就衣服有变化 就是还有你做了些什么加减法 在这个两个人物身上 就一个阿宝一个宝总 本来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的 就是我刚刚也讲了 头发四上去的 四五的 也就是C极头跟两极头有区别 是这样的 两件头 你也跟大家讲一下吧 刚刚预告片没说 好的好的好的 就是一个是发型上的区别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着装上的区别 那个阿宝 因为他的着装会更随意 更年轻一点 刚才大家看那个片子的时候 其实导演有讲到一点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他就是说阿宝到这个宝总的成长 他是有很多的这个因素造就的 其中他讲到一个贵人 那贵人的话就是肯定是 大家在片中里面看到这个耶稣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师父 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就是 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就是阿宝之所以可以成为宝总 我觉得更多的原因是这个时代造就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阿宝还是宝总 这两个人的身上 都会有非常深的这个时代的印记 刚才是王都 王都他讲了一个词叫野蛮生长 我觉得野蛮生长就非常的贴切 用在阿宝的身上 其实我在他的身上还看到的是 比方说自由 无畏 比如说对未来的无限的憧憬 那说到宝总的话呢 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更复杂一些 就是我之前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段话 他给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 他做了一个比喻 我印象非常深 我觉得那段话说得非常好 他说那个时代的上海 就像一杯鸡尾酒 就是他的底层是八十年代制补的情感 而他上面呢 已经慢慢显现的是 这个商业时代的浮华 那回到阿宝的身上 回到宝总的身上 其实我觉得 其实他这个人物 也有这个时代的这种复杂性和撕裂感 就是刚刚毛金老师说 从阿宝成为就是宝总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读 一方面是一个人物的成长 其实阿宝和宝总 这个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人物的两面性 就是不管 我觉得就是说 在我的认知和理解里面 不管就是宝总他在他的事业上做得多么的风生水起 他的内心永远是有一个阿宝的 这个可能读过小说的读者 你们会比较了解 就是我们小说里讲到的阿宝的童年少年 他的整个成长的经历 但是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剧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去具体的去表现 但是呢 其实导演也在我们的戏里面 他埋下了很多的伏笔 比方说 比方说我可以讲一个细节 就是在宝总的和平饭店 永远摆着一缸金鱼 那这个看过书的这个读者 就马上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金鱼代表的是什么 所以就是我也很希望 就是说在座的读者和观众 你们可以在接下去的22集里面 去寻找导演为阿宝买下的这些伏笔 谢谢胡哥 刚刚那个胡哥提到的金鱼 这个细节真的就是像王家卫导演的 很多电影里头的那些 奇妙的细节一样 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会忽略 但是在注意到的时候 就会衍生出很多的故事来 这个其实就是阿宝 他跟阿宝的生命是相关的 因为我们看小说的人都很清楚 在阿宝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女孩叫贝迪 她身上有很多谜语 有很多谜面 所以说在整个小说当中就是和阿宝这个角色 包括和宝总的角色 这整个小说当中有很多女性都跟她有一些关系 有一些联系 比如我们非常熟悉像李李就是 包括像汪小姐 实际上还有一个我们读者非常喜欢的角色 那个角色叫雪之 看过小说的人对那个角色会念念不忘 那真的是金老师满怀情感的一个角色 但这个角色到现在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迟迟还没有出现 其实我前几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过早地把雪之给透露出来了 就是说剧透了 就是我说那个雪之用的那条围巾 对 因为太起伤了 其实是这样的 雪之这个角色在我们整个拍摄过程中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神秘 他直到拍摄的最后阶段才出现 但是呢 我开机的第一天 就是2020年9月10号 开机的第一天 我拍摄的场景就是雪之的家 那个是剧中的情节是 以拉欧里要拆弃了 阿宝故地重游 但是呢 那个房子已经是一个空屋了 那天拍完以后 我突然想到 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我就发消息问导演 我说导演 我好像今天没有在这个雪之的家里面 看到他的照片 我说那我们这个戏里面 到底有没有雪之 那个时候因为刚刚跟导演合作 没有开机第一天 我也很谨慎 也没有像后来那么熟悉 我等了很久 后来导演给我回复了 两个字 把想 我当时很忐忑 我说到这个不想 两个字很忐忑 我说啥意思啊 什么意思 就是 不要问 还是说现在还不好说 还是说 就是那我也不敢多问 对吧 我就说 我说那好的 我知道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随着这个拍摄 对吧 这个慢慢的这个 进程 一点一点的开展 好像好长一段时间 就雪之这个人物 包括雪之家的这个场景 就被 就被我们遗忘了 然后呢 我有时候 因为我很好奇 其实我也很喜欢 雪之这个角色 因为我始终觉得 就在我们电视剧 这个剧的繁华里面 它可能会是 阿宝和过去产生 连接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途径 所以我 作为我 我个人来说 我是非常好奇的 所以我也会 时不时地 再去问王道 我说 到底有雪之吧 或者说 我想撒尼里 遗雪之 对吧 谁来圆雪之 不想 不想 所以就是 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 我在拍摄的过程中 我感受到了 王道的不祥 就是 其实我在剧中 就是阿宝 他也会经历 很多的不祥 当然今天 今天关于雪之 这个话题 我想怎么说呢 我也暂时不想吧 好吧 就是 因为过两天 哎呀 你们就能看到了 谢谢胡哥 我们就是因为 那个阿宝 已经谈到了 很多不祥 然后就是 小说中 其实有一千多个不祥 我看过 原著的观众 应该都知道 然后能不能提一个 奢侈的要求 那个阿宝 你能不能表现一下 不祥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 那个林子也在 那个成龙老师也在 然后能不能 跟他们表演一下 这个不祥 然后因为 电锯其实是很难的 都要把小说中的 所有的不祥 要想出来 对吧 能不能来一个 就是说 把不祥表现出来的 阿宝 可能有一大半的不祥 都是在林子面前 不祥的 就是 对 因为我刚刚 我刚刚听了 这个马老师 他的这个背景资料 我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林子 会有排山倒海的气势 因为每一次 阿宝在面对林子的时候 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林子 你要想一下嘛 就这样说 好 那我们 好 我把想 然后导演用阿宝 作为一个线索人物 这个穿进了整个90年代 这个非常漂亮 他真的把小说当中 90年代的那一部分 生龙活活的东西 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我其实有的时候 因为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繁华的原著读者 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 这个不满足 就是90年代 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在你们三位生活当中 就是因为我知道 三位原言都是来自上海 可能不同的区域 然后不同的区域在上海 会意味着不同的生活经验 和生活感受 以及不同的生活记忆 而这些记忆呢 它会不会带入你们的演员当中 比如说你们如何看待 90年代的 如何看待90年代的 近贤路 黄河路 因为我曾经在近贤路附近 工作过15年 所以会有很深的这种情感 三位老师逐一回答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 压迫式的 我们如何 如何回忆自己的90年代 我可以插你一句 就是我前几天 因为跟导演聊天 他说有一次 你们在那个淘江路拍戏 然后因为拍到 大概是普希金像那里 然后阿宝还拿出了一张 那个就是同一地点的一张 就是小时候照片 是不是和你妈妈还是谁 就是然后给导演看 然后导演一下子就觉得 就理解了阿宝的出生 那我先说吧 就是我比龙哥 还有马老师要小几岁 所以 繁花那个90年代初 我刚好在上小学 今天我的小学班主任 也在现场 林彦华老师 林彦华老师 能数了沙利法 孙老师致敬 林彦华老师 在那边后面 看到 范老师要不站一下 哦 林彦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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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觉得繁花对我的意义来说 就是它会 完成我的一个记忆的拼图 我最 我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我感触最深的就是 阿宝他 他讲的是我父辈 那一代人的故事 就是在拍摄的过程中 我突然发现 我越来越理解我的父亲 虽然他的整个成长经历 可能跟阿宝 没有很多的交集 可能是我的舅舅 会更像阿宝 但很多时候就是说 因为我母亲离开了以后 就是我 很多时候都是跟我爸 一个人独处 那有时候我会 他现在年纪大了 他经常会讲 他过去的故事 他年轻时候的故事 包括我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读小学的时候 我爸那个时候特别忙 一天到晚 除了在厂里上班 然后就是跟各种朋友 说要做生意 然后经常隔三差五 就会有很多人到家里来 谈的好像都是很大的买卖 但从来没有见到他赚过钱 但是幸运的是 也没有亏钱 就是因为我们像在我们戏里说 有些人一日 爷爷抱负 有些人半日归零 就幸运的是 我们家就是 在这个潮落潮起的 这个大时达里面 我们家还是相对比较平稳 虽然日子也过得结结巴巴 但是相对平稳 所以我是哪一刻 让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呢 就是我和小宁波那场戏 他要去跳黄步枪 结果连苏州河黄步枪都没搞清楚 很荒诞的一场戏 他跳进了苏州河 我去救他 结果我不会游泳 反过来他救我 就那场戏其实是一个非常 一个喜剧的呈现 然后看起来也是很荒诞 可是当我 当我们那天拍完以后 我在监视器前面看回放 然后因为王导拍戏有个习惯 他会在看回放的时候 他会放音乐 我依稀记得那天放的是 美国往事的一个背景音乐 我一下子特别地感动 我仿佛看到了我父亲 就是我突然我就理解了 就是他很多时候 他在回忆他的过往的时候 他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 那些故事和他的朋友 我不要听 我觉得他在吹牛 我觉得不可能 我说哪有哪会有这样 这么荒诞的剧情 但那天拍完戏以后 我觉得是因为我不了解他们 我自己没有经历过 我没有经历过和感受过那个时代 没有经历过 没有发生过 就不代表它不存在 这个是我觉得我在这个戏里 和在阿波的身上 我获得的最多的一个体验 体会 然后还有呢 就是繁华小说里 其实是完成了我另一部分 对那个年代的认知的评图 就是六十年代 因为我父母 他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 小时候 我也会在他们的一些 知言片语里面 了解到他们的年轻的过往 和年少时候的过往 可是呢 每次当我想要再 想要问得更多的时候 就不想 就不想 所以我一直以来 对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 我是很好奇的 当然后来也在一些就是书啊 或者一些影视作品中 可以有所了解 但从来没有就是一本书叫《繁华》 它是那么就是全景的 然后那么落地的 那么细节化地去展现 所以 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 怎么会去接演阿宝这个角色 还有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演《繁华》 我觉得就是 可能在见到王岛之前 我的生活的很多一部分 就在那个繁华的世界里面 是这样 谢谢 卢品肯定是一位导演 让你收口卢品吧 我想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来在这个场合来控诉一下王家卫吗 因为其实我都知道 你们在所有的路演中 都在赞美王家卫 就是虽然他很虐你们 很多时候可能还拍了几十遍 然后但是你们好像都在 由衷地赞美 好像和一个无与伦比的导演的一次合作 然后但我听唐嫣说过 唐嫣说他说 他说他和胡歌都很喜欢听导演 就是对他们进行那种导戏 然后他们都听得很认真 但有一次胡歌就问 就是导演啊说完 然后胡歌就问他说 能听懂了吧 然后唐嫣说没听懂 然后胡歌也说 他说我也没听懂 然后两个人就 大家彼此那个 就是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对就是我们在刚开始拍的时候 这个事情是经常会发生的 就听不懂吧 就是后来 后来就是我们分析了一下 这个主要原因呢 是王导他在导戏的时候 他习惯说话很小声 他说点什么呢 就是因为太小声了 就是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 不是不理解 就是没听清 后来其实我们就知道 就是听导演讲戏的时候 要把耳朵凑得近一点 后来就这个问题 就不常发生了 然后就是说 借这个机会问一下 那个阿宝 就是在这个 其实这个问题 不仅是我的问题 很多很多 我们后台的观众 也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在截止到目前 我们看到第八集 今天也在放第九第十 就是胡歌阿宝 在剧中有三个 就是女性 很好很好的朋友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很好很好的 一个男朋友 陶陶 然后就是说 但是呢 就是这个三个女孩 到现在目前 一直还都是平行线 就这个 可能其他剧集 就非常不像 就一般情况下 我们看电视剧 一般就是说 第一集 甚至最多就两集吧 再再多 就是不会超过三集的 男女主人公的 男女主 就主人公的关系 肯定就出来了 我们一看就是说 这个就是以后 阿宝是要和 那个林子发生关系的 或者说和汪小姐 发生关系的 但是我们看到第八集 还是没有看出来 就是阿宝到底 未来是要和谁好的 就是说 不知道你是会来 接下来要和汪小姐好 还是接下来要和林子 还是和那个李莉 这样的 所以就是 全国民都很着急 然后网上都在 有很多粉丝也在说 就是说 希望你和林子好的人一半 希望你和汪小姐好的人 是一半 所以就说 我就想问你 就是你自己演的时候 你是往哪个方向演的 是往和谁好的方向上演的 我先喝口水 这个问题 其实不应该由我来回答 为什么 这个问题 我在拍摄过程中 我也无数次问过导演 他也始终没有给过我答案 所以 我真的不知道 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我一直很惶恐 就是在没有找到 这个正确答案之前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了一位 伟大的表演艺术家的采访 英格里宝曼 他曾经在演 这个卡萨布兰卡的时候 他也遇到过同样的难题 他有问过导演 说 我到底更爱哪个男人 导演说 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 该如何发展 然后呢 对于他来说 他最大的困惑就是说 如果他在剧中 要对这一位男演员 表达出有爱意的眼神的时候 那么他紧接着 下一场戏 他在面对另外一男演员的时候 他就不能够 用相同的眼神来表现 可是呢 他因为没有明确的指示 他也不知道 那个故事的结局 会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呢 在整个表演的过程中 他的眼神 都具有一种不确定性 但是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 成就这部电影 然后我看完这个采访以后 我觉得 或许 王导也是在用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在让阿宝继续在这个故事中 成长吧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采访是安慰了我自己 可不可以也作为一个答案 阿宝太狡猾了 我本来想着 林子在边上 我想这是个送风题 没想到被他 被他达成了个送命题那样的 那个导演说 其实他说 胡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说 而且他们在那个拍戏的过程中 他说 有些台词都是胡哥自己写的 他说 而且胡哥写完 导演马上就用了 我就想 那个秦阿宝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 哪个台词是你写的 可能对白会多一些吧 但是我想可能导演讲的是 那个有一段旁白 我也就只是写过那一段旁白吧 就是是第一年 我和林子 我和林子拍屋顶修瓦片的 那场戏的时候 拍完我和林子的戏之后 有拍我一个人 坐在屋顶喝啤酒的 那个一个镜头 然后最后是拍了一个全景 拍全景的时候 导演他 他说随便你想什么 然后你回头看 是看到了你的过去 然后因为那个阶段 刚好就是 也是在我自己可能一个 比较情绪低落的 一个人生的阶段 所以我就看到了很多 过往的回忆吧 然后拍完那场戏以后 我回去的路上 我突然 就因为那天一直在屋顶上 然后坐在那个屋极上 我看到那个瓦片 那个夕阳 照在那个瓦片上 突然我就觉得很像 那个鲸鱼的鳞片 所以我就 就想到了书中的贝蒂 然后我那天就 大概写了一段 关于阿宝和贝蒂的 一段旁败 对我们来一下呢 我具体的忘记 我具体忘记 大概就是因为 在我的认知里 在我的认知里 就是我觉得贝蒂在阿宝心目中 它是有一个特别的 象征的意义的 那个是可能 我觉得是 对于阿宝来说 是他埋藏在他心底 对这个世界最初的一个认知 他可能是 真的是充满了希望 然后是美好的憧憬 谢谢谢谢 好 现在我来问胡歌 因为我语速比较快一点 所以可能就是 会节约一点时间 然后第一个 你觉得导演选你演阿宝 是为什么 前两天林子光回答了 说我比较乖 你演阿宝最大收获 我刚刚说了 就是完成了 我记忆的拼图 你和阿宝之间 最大的相似 我觉得我们都 在好像争一口气吧 就是我们 就是 别人越说我们不好 我们越要 越要往前走 就别人表扬我们 可能我们会受不了 你在剧组 最痛苦的时刻 睡眠不足 最享受的时刻 看回方 还有就是听到 因为导演 他每一次喊咖 那个语音语调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最满意的时候 他喊咖是这样的 咖 每一次只要听到 王导说出了 这种语气的咖 那就说明 那就是 其他语气的咖呢 他最不满意的是这样的 咖咖咖咖咖 太倾向了 你最喜欢 马一帝身上的什么特质 什么品质 直爽 那你最喜欢 淘淘什么 后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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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王家卫身上 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 他不睡觉 哦 阿宝身上的什么谜面 你觉得你至今 至今还没有懂的 阿宝身上 有很多谜语 哦 对 最近其实还没有 解开的一个谜语 那您刚才问我的问题 好吧 我也没有解开 一个新年愿望 我希望所有人 都可以远离战争 世界和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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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